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位先生是秘鲁库斯科市的副市长 这次专程赶到开庭 是为了出席秘鲁库斯科市和开庭市友好城市协议的签署仪式 库斯科市是秘鲁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 境内的马丘比丘堪称地鲁的国家明天 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 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 也是南美洲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之一 而这一次也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第一次与中国的城市签订友好城市协议 因此库斯科市当地政府非常重视 专门派来了两位市长 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 一上车就不停地用手机拍摄沿途的风景 那么为什么必须由梁顺来负责这次接待任务呢 因为梁顺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既是秘鲁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社团 中华通会总局的主席 也是江门市开平人 更重要的是 这次两个城市能够顺利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背后离不开梁顺三年多的奔走努力 故事还要从一封信说起 2016年远在秘鲁的梁顺 收到一份来自家乡开平的信 信上说 因为开平碉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而库斯科市的马丘比丘 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开平政府希望梁顺 能够借助通会总局主席的身份帮忙联络 促成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以便实现更多文化与经济的交流 我是开平人 当然是不为一律的去推动 经过库斯科市市长跟他的交流 他也热心 也非常同意 顺利地得到库斯科市市长的支持 梁顺以为事情很快就可以达成 可是没想到 事情汇报到秘鲁外交部相关单位时 却被言辞拒绝了 原因竟然是两个城市在级别上不对等 当时我是非常生气 当然他有他的原因 但是我是非常生气 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给他一下子 一面泼了一盆的冷水 在梁顺看来 开平虽然不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但是这方水土养育了他 他怎么能够接受别人这样瞧不起他的家乡呢 这反而给了梁顺更大的动力去介绍自己的家乡 他不断地登门拜访 电话沟通 希望让相关部门从人口经济发展 旅游资源等各个角度去了解开平 终于到了今年 恰逢华人抵达秘鲁一百七十周年 两个城市地界友好城市关系这一事项 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最终获得了秘鲁相关部门的批准和支持 二一启动 开平市与库斯科市在多个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今天将在这里签署友好的合作交流备忘录 这标志着开平市和库斯科市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 这是秘鲁这个 这个库斯科市这个鸵羊毛这个手工鸡饼 他们说非常感谢我才从中提到的作用 我是一个主要的启动者 一事的顺利落成让梁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促成这件事算是自己这个游子给家乡的一个交代 江门地区是中国知名的桥乡 素有海内海外两江门的说法 据当地桥武部门通缉 五亿地区向外移民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 而早期的华人在异国打拼赚了钱 都会拿出一大部分寄回中国建设家乡 这一股力量也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这里就是梁顺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 一百多年前由华侨投资兴办的 对啊 这是名校 名校乔绍 因为这个是法球监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很多广东籍的青年都为了改善生活环境 选择了去海外闯荡 梁顺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因为姑姑在秘鲁首都立马开餐馆 1984年 二十多岁的梁顺连秘鲁在哪儿都不知道 就上了飞机 开始了在异国打拼的岁月 当时去到以后就觉得蛮恐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当时我八十年的时候在国内 我们这太平静视的 根本没有什么打劫 没有什么小拖 没有什么恐怖 我到了秘鲁后 船街上警察都冲锋枪 冲锋枪 那我们在国内那时候呢 枪是怎么样子我们都没见到 落差非常大 说句真实话 这个去到在秘鲁五年了 还是念念不傲回来的 和那时候大多数立马华人一样 梁顺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仓馆打工 因为语言不通 服务员也做不了 只能在后厨帮忙 但梁顺还是咬牙忍住了 最初几年的艰辛和寂寞 1988年他结婚了 一年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也就算是在立马安家落户了 慢慢的有了积蓄 梁顺也开了自己的参观 生活逐渐安稳 但是在立马 作为外乡人的梁顺始终缺少归属感 于是在两千年左右 梁顺开始在当地的华人社团中 做志愿服务 好几年前 有一位97岁高龄的老花桥 回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希望回到秘鲁度过晚年 但是老人儿子常年生活在智里 无法回到秘鲁 于是找到了梁顺求助 解决了住的问题只能是第一步 中国和秘鲁相距一万多公里 97岁的老人如何安全抵达呢 这又让梁顺动了一番心思 我们总局买了两张机票 要秘鲁住广州领事部 那个秘书陪他回来 我们组织了我们的团队 侨胞 从今来的时候 一直照顾到他 增入那个老人院 我们才安心 这些工作虽然不挣钱 但是给了梁顺巨大的满足感 他把生意交给家人大理 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了 侨团的工作中来 终于在2013年 他被推举为 秘鲁中华通会总局的主席 在秘鲁首都立马的唐人街 中华通会总局的榜公大楼 总是吸引着行人的目光 成立133年以来 这个历经沧桑的华人社团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 秘鲁境内历史最悠久 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侨团组织 一走进通会总局的大厅 就可以看到墙上悬挂着的 富道无私的匾额 以及两边写有 义众和群和通商会工的匾额 字体苍净有力 非常醒目 这个是光世皇帝在130多年前 预搬给我们通会总局这个排便 也是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是度一无二的 19世纪中叶 第一批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 来到了秘鲁 主要从事的是修筑铁路 开采矿山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生活条件艰苦 社会地位低下 于是在1886年 清政府驻秘鲁公使正早卢 奉旨设立通会总局 所谓通会 意为通商会工 旨在团结乔包 维护华人权益 如今梁顺担任中华通会总局主席 已经有将近六年的时间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就像个大家长 小到乔包家中漏水 需要修理 大到与政府部门沟通 事无巨细 他都要亲力亲为 而他也做得不亦乐乎 我们总局一个大厦 因为当时我们有50度单元住家 都统一个水标 但是我提议把所有水管换了 换了以后 而且把所有水标安装 每一副一个住家都有水标 我因为这个方面住在大家当时就比较应可 今年梁顺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筹备一系列活动 庆祝华人抵达壁鲁一百七十周年 锣鼓升起 七十头彩师列队从立马总统府广场的四角五项广场中央 这是十月底的时候 壁鲁各界华人 为了庆祝华人抵达壁鲁一百七十周年 举行的舞师表演 也有不少壁鲁当地人参加了表演 只见他们踢跳翻灯 活灵活现的表演 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在梁顺看来 能够在立马最具象征性的广场 举办如此盛大的演出 意味着华人地位的不断提高 一百七十年间 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历经了多少艰辛 如今就有了多少收获 而梁顺自己的故事 则是壁鲁华人的一个缩影 最近梁顺又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 因为他发现 壁鲁的第三第四代华语青年 很多已经不会说中文 对中国文化也缺乏基本的了解 所以他计划筹办一个中文教室 让这些年轻的华语们 始终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开平是我的根 弥鲁现在是我的家 包括我 包括我的下一代 我也不想他们一下忘记了我们的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